中疗乡金龙山法华寺举办谢佛晋天大典 并捐赠十部AED给县府 县长许淑华表示 将会把这十部自动体外心脏去战器 转送给最需要的乡镇 中疗乡也将优贤赠予 许县长表示 金龙山法华寺是国内有名的寺庙 不仅相当灵验 两条金龙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的造访 他在选举期间曾经上乡祈求高票当选 承诺会用心建设南投照顾县民 特别趁着今天的机会前往还愿 近期天气变化大 AED将尽快分送到各个地方 保障长辈的生命 在我们中疗乡的法华寺 可以说是在我们全国里面非常有名 最主要是我们两边 我们有两条金龙 可以说是微妙微俏 那也非常的灵验 所以常常这个假日时间 来到我们中疗乡的乡亲 来到法华寺拜拜的也非常的多 那除了在这里 县政府也把前面的道路拓宽 让更多的游客还有乡客 来到这边来参乡的时候 能够有更安全的一个道路 那另外呢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法华寺 今天呢 他们也特别由我们的蔡师兄发起 跟他们的所有的师兄师姐 也捐赠了十台的AED的这个紧急的电极的设备 给南投县政府 那南投县呢 因为我们的面积非常的广 那很多的这个地缘呢 非常的偏远 常常有时候在这个社区的地方 还是有一些像村里办公室都非常需要 有这些的救护设备 那因为每一个地方要设置或者是学校 这些的设备是需求的量是非常的大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捐赠的十台 那我们会以中疗乡的偏乡来做优先的这个来选择 让更多的乡亲 不管是现在冬天 有时候这个天气的变化比较大 很多的长辈 实际上这个心脏可能的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 那我们未来会把这些的救护的设备 都快速的分送到我们的偏远地区 让我们很多的需要的这个地方 都能够有这些的救护的设备 那希望呢 让更多的长辈更加的安全 在此呢我再次的感谢法华寺 那么非常的发心 未来我们把宗教还有观光的结合起来呢 相信可以对我们中疗乡的地方的发展 会带来更大的注意 法华寺住持田勤师傅说 南投县许多偏远地区离医院较远 意外发生时等待救护车的时间较久 若能有AED将能保障现民的生命安全 因此法华寺特别号召了信徒一起捐赠十部AED 希望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 我们今天是南投县许多偏远地医院 南投县许多偏远地医院需要EAD 偏远地医院需要EAD的部份 我们也感觉既然需要EAD的部份 给我们好好是来带动信徒 来管10台的EMD 让我们的偏远地医院可以很需要的部份 因为很多人说在那边喝酒台湿 发电话叫救护车 救护车到九尾远地医院 应该救不了 如果可以说在我们平安地区的地方 有一台EAD的部份 甚至可以感觉更好 我会让何主任来说 我们好时就带动我们的信徒 来管10台的EAD 我们希望我们有到用秀秀的心意 可以来抛车引力的方式 也有地方的需要 跟我们平安地区的部份 更加需要 所以我们带动在这里 我们的观众也希望真正用心 真正热心 尽致没努力 这就是关怀到我们平安地区 需要这个部份 天青师傅也表示 中疗乡扶援广大 急救照顾能量不足 再次法华寺 所有的师兄姐共同捐赠AED 县长允诺优先分配给中疗乡 感谢县长与法华寺 所有的师兄师姐 以及民间企业的协助 对偏乡县民的照顾 记者陈宜志 中疗乡采访报道